我們今天聊的是 川喜兩人都需要這一份臨時的協議 但是華爾街跟Bloomber 傳出來這個協議很有可能毀約 同時呢 習近平在出訪印度的時候 這個印度的這個學生 派了將近2000人 那不但排了習近平的這個圖 同時他們都戴上習近平的面具 那歡迎習近平 然後習近平也在這個出訪的行程當中 他講說任何分裂中國 都可能必將粉身碎骨 問一下民潔 事實上美中在印太的攻防當中 雙方都想拉攏印度 對 這個習近平赶著在十一 所謂的中共國慶之後 馬上就進行所謂南亞之旅 那這幾天先到印度 後到尼泊爾 那他這一次到這個印度 跟印度的總理Modi 雙方看起來表面上 營造一個和諧的氣氛 但是真正背後的戰略目的 還是在鬥爭美國 那美印之間的這個關係 當然是進一步的提升 特別是這幾年來 美國對於印度的這個軍事上面的這個援助跟合作 事實上這個提升的這個速度非常的快 因為過去除了在一九六二年 所謂中印這個邊界戰爭的時候 美軍有少部分的軍援給他 後來雙方幾乎是零軍售 那最近幾年來 這特別是川普一上臺之後 馬上就批准二十二架的MQ-9B的無人機 這是已經是最新的科技的這個武器給他 那陸陸續續包含這個空中的C-17 C-13洞 P-8A的反潛機 那路面的這個H-64 還有甚至海上的這個海英反潛機 等太多一大堆的武器都賣給印度 就完完全全要透過這個軍事的力量 來這個拉攏印度 那甚至本來這個美國也不斷的 在跟印度要推銷要買F-16 事實上他們本來跟 要出售給印度的這一型 這個跟台灣是F-16V是有點像 那特別給他一個編號叫F-16IN 本來想說已經很獨特了 但是沒想到因為國際市場競爭太激烈了 那特別是Modi 他又想要買法國的標封戰機 所以美國又想盡辦法絞盡腦汁 特別為了印度設計一款專用的F-16 他沒有改名 命名叫F-21 只有印度有 而且他在他宣傳影片裡面 完全對印度的威脅做打造 就針對印度可能最大假想敵就是中國 所以在這影片裡面直接的模擬 攻這個敵機就是堅實 中共的堅實就畫的一模一樣 完全毫不諱言 然後就用這個所謂的F-21極弱堅實 讓印度要讓他們看到認為說 這一型的戰機才是真正符合他的需求 那不只美國 事實上連俄羅斯也來拉攏印度 所以你看到這個印度這幾年事實上 他也要買S-400的防空飛彈 如果他買了過去俄羅斯對印度的軍售 本來是主流 在美國介入之前 所以你看到這個印度有很多的戰機 包含包含蘇凱30等等 從一路下來很多都是二系戰機 那現在最新要買S-400防空飛彈 S-400防空飛彈要防誰 當然某個程度是防他的這個鄰國巴基斯坦 但是同樣的他的這個另外 這個最大的假想敵中國也有S-400 所以雙方都有S-400情況之下 這個機密可能就會被破解 那除了俄羅斯之外 你看到美國俄羅斯都在拉攏他 那對於這一個這個習近平來講 他當然印度跟他還有很多紛爭存在 但是他還是想要聯合刺藥敵人 來對付所謂的美國 一個鬥爭美國 但是問題是說中印之間 從過去到現在事實上 在地緣政治這個戰略上面的這個 這個價值衝突太多太多 第一個包含邊境問題 雙方1962年就已經中印戰爭 邊境戰爭 打到現在五六十年 事實上雙方邊境問題從來沒有解決過 看到這一次習近平拜訪這個Modi 到印度去 事實上雙方根本沒有簽任何的這個協議 也沒有達成任何的這個聯合聲明 所以看起來就是虛晃一招 那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跟印度要交好 背後還是真正要打的 還是美國 所以看起來印度未來跟美國的關係 進一步提升 這個未來在中國對抗美國的這個 這個前線的這個情況之下 後方最大的後顧自由還是印度 對 以這一次的供應鏈的移轉來講 iPhone最大的供應鏈移轉 事實上是從中國搬到印度